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個三色LED燈 那各位呢,你到簡報53頁再往後 因為這個是已經內建了 我們的這個紅色、藍色跟綠色剛好是15、13、12 所以雖然剛好我們把它當LED燈來用 但是如果你要三色同時控制的話 可能就是需要它專屬的積木 那你可以找到這邊 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一般的那個三色LED燈 它有分所謂的貢陰跟貢陽 就是這個 它有大顆的,我看一下我今天好像沒有帶到 有另外一顆是大顆的,然後這裡有一顆 因為我們在上面的那個比較小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投影機 蛤? 對對對,有投影機 在這裡 投影機在那裡 這裡也有一個 有沒有 這比較大顆 然後一般我們這LED燈就是這裡 比較小顆嘛 那這個是貢陽的 這是貢陰的 因為它這個已經接在上面 你要問我什麼是貢陽還是貢陰? 後面有一個可以問 這不是我的專長 阿門儀齁 因為電子的我不懂 那所以說 這個積木裡面 你看到這邊 一樣開發板我們先抓出來 你看這邊就比較多對不對? 拿出來 可是要注意一下囉 麻煩大家 因為 預設是馬克一號跟Fly對不對? 所以要請你記得開發把它換一下 我們現在用的叫Smart 好 Smart 那我們透過Wi-Fi連線 來 然後呢 要連到哪裡? 是不是 剛剛有打在這邊了 各位不要再打一次 因為有些人在這邊打一次 就是會打錯 怎麼辦? 複製了就好 點兩下 把它複製起來 來這邊 點到它 按右邊貼上就好 這樣了解 好 偷懶一下 這個地方真的該偷懶 因為有些人再打一次就有可能會打錯 好 那 有了這個開發板 確定好了 我再把什麼 三色LED燈 那這個時候呢 跟我們 在那個模擬器就不一樣了 因為三色LED燈這邊的類別 就分的比較細一點 它是屬於發光元件 有沒有看到三色LED燈 好 我們就從這裡來找 好 三色LED燈 有沒有看到供音跟上面這個 我們要的 內建的就是下面這個 第二個 第二個積木 第二個積木 所以我就從這邊拉出來 那因為 你也沒辦法改 這個都是固定的 所以也不用改 這樣我的硬體是不是就接好了 硬體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跟三色LED有關的 都在這個地方 都在這個地方 那首先我們先試看看 你可以把那個 顏色先指定一下 你把它丟出來 有沒有 三色LED燈裡面有一個 設定什麼顏色 那你可以像這樣子來按一下 你就看你要變成什麼顏色 不過我必須承認就是這個LED燈 顏色跟你想的是不一樣 所謂的想的不一樣是 其實如果你真正去看我們外面的LED燈 那個看板 它看起來像所謂的全彩 實際上你仔細看它是三顆 二顆在一起 我們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紅藍綠 然後它只是強度不同 所以呈現出來的顏色 可能跟你想的會有差異 那你就Play看看 Play一下 我們試看看 有沒有亮燈 有嗎 我們家會躺起來 在這裡 變小一點 如果你不確定 我換一個 黃色 停止 這樣一下 有沒有亮不一樣的顏色 沒有這樣 有吧 但是這個是沒有互動的 對不對 跟你想的不一樣 跟你想的不一樣對不對 對 我都有視線先打預防針喔 我都沒有騙你 因為這個確實 可是遠看是還OK啦 遠看還可以 但是近看的話 你會發現比較破壞 而且 其實老實講 那個LED燈 真的不適合眼睛直視 因為眼睛會不舒服 所以你不要看太久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可以控制它的 對不對 老實講要關燈嗎 對對對 欸對齁 要怎麼關燈 如果你要把它關燈 就這裡 你看 我們LED燈有 有狀態叫做 暗跟off 對不對 可是這裡有沒有 好像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要關燈 你應該知道 怎麼做 在這邊 變黑色就是關燈 黑色就不發燈 所以你現在 雖然程式停止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燈沒有關掉 燈沒關掉對不對 你再把它射成黑色 它就關掉了 這樣有沒有關掉成功 好 但是現在的方法都是手動的喔 也就是說 我們等一次 改一次 程式調執行一次 改一次 程式調執行一次 那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可以互動的 有 所以 等一下呢 麻煩各位 把我們的燒杯打開 但是留意一下 各位先看一下我這邊 我現在這邊有在執行 有沒有 我現在程式在執行 是綠色的 請問燒杯可不可以按 不能按 也就是說 Blackly這個程式你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燒杯這些互動都不能動 你一定要先停止 有沒有 現在燒杯才可以動 這樣了解齁 好 所以燒杯你把它打開 我們來看 我們不要用點擊燈泡 我們用另外一個好不好 下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遙控器 遙控器你把它打開 有沒有一個遙控器跑出來了 好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做比較多 而且它也有LED的顯示螢幕 哇 這樣可以滿足大家 沒有LED那個點矩症的缺憾 顯示在這裡等同也有遙控器 對不對 有沒有切換到這邊了 好 那現在呢 這個我先丟掉 這個我就先丟掉 還是你要留在旁邊也可以 那順便提醒大家一下 有些人因為有用過Squatch 所以它會把不用的積木就丟在旁邊 但是那個會不會丟喔 應該說 那個Google的Barclay 有一點點潔癖 它不能隨便亂丟 你要丟可以 有兩種方法 一個丟真的丟掉 第二個 請你按右鍵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停用 你可以把積木停用 也就是說你不用的時候 即使放在裡面也沒關係 但是你要把它停用 因為你丟在外面 它還是會產生層次碼 我剛剛潔癖只是開玩笑 但是它 如果你不丟掉 它是真的會產生層次碼 所以說 你一定要先把它停用 這樣了解 如果你要用 但是暫時先不要的 可以這樣再把它停用 要的時候再啟用就好 好 OK 我先放旁邊 那你看我們既然右手邊用的遙控器 有沒有發現 左下角這邊就有遙控器相關的積木 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試看看 這裡 遙控器 按什麼就可以執行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一顆 你就可以自行去控制說 有遙控器 我按下去 遙控器的按鈕有幾種功能 有三種 一個是按下去 應該說點擊 點擊就是所謂的按下後放開 叫點擊 可以嗎 按下是按下沒有放開 它都省略後面那幾個字 這樣我解釋過之後 放開不用我講 真的就是放開 只有那個點擊比較特殊 就是按下後放開 它才執行 因為有時候會有混淆 至於你按哪一個按鍵 你可以自己選吧 那我們就一二三 比如說我按了1 我讓我的顏色 就設成什麼顏色 比如說這邊我設成紅色 那為了更清楚 讓人家知道 按了之後 顯示什麼顏色 我們可不可以把 既然是紅色 可不可以到這邊就顯示紅色 可以嗎 請問你 我要讓它顯示在這邊 右邊要拿你的積目 右手邊是屬於網頁互動區 網頁互動區由誰控制 是由這裡控制 對不對 那一區塊都由這裡控制 所以你就來這邊找 有沒有網頁的遙控器螢幕要顯示什麼 其實現在就等於說你在教它要做哪些事情 對不對 我做了什麼命令之後 按下去它都批示執行 有點類似那個概念 那顯示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呢 是一個文字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它裡面就沒有了 要找哪裡 我們基本功能這邊 基本功能裡面 你看這個 因為寫程式一定會用到所謂的字串或數字 所以你基本功能打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文字的類別 基本功能裡面有一個文字 這個有沒有空的字串可以讓你打的 就是在這邊 你看一下 好我就把它拉出來囉 我希望它我按下去之後就顯示紅色 這樣就 不是紅包 你看 我多麼想過年 好 這樣有沒有了 好這樣就一個了 但是接下來 請問 要不要再一個一個啊 不用 積木除了可以丟掉 停用啟用以外 也可以複製嘛 你點到它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複製 所以你寫過程式是可以複製的 按一下 這樣 是不是要多一個出來了 對不對 當然 不要老師會按右鍵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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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是這個點2是這個黃色點3是藍色 那我再增加一個 我增加一個點那個圓圈圈 各位這個紅色的這個是可以按的喔 這就是第一個圓圈圈的一個 所以我點這個我就把它關燈可以嗎 可以喔 好所以我就點這個圓圈圈 點它之後我把它關燈 這裡我積木縮小一點 好那這個關燈就變黑色對不對 那你的相對應的 相對應的顏色你就把它打進去 這個黃色 好那我們這樣程式就ok了 你如果要拖曳那個程式的位置 你在空白的地方按住滑鼠左鍵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整個一起動 也可以或者你拉住這個直接動也ok 那你就可以執行看看喔 你看我們這樣執行的我們來看這個 好如果我在這邊 按一下1 有沒有顯示紅色 其實我們遙控器的概念也是一樣 對不對 只不過它是電子的東西而已 1 2 3按這裡 有沒有關燈 有感覺的嗎 有感覺的嗎 有想控制你們家的東西的嗎 所以你這樣點點點很快吧 其實當然下面還有很多這些元件 包括這個喇叭啦 上下左右啦 甚至也可以直接點這個顏色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控制燈都ok的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先稍微玩玩看 好嗎 好嗎 好嗎